中共當局的強制防疫措施引發民怨沸騰 是否會影響中共二十大人士報局引發外界各種推測? 對此,日前台灣國安局長陳明通在立院備詢分析 因為中共國產疫苗防護力低 沒有像各國一樣放鬆疫情管控的本錢 依照國安局評估 中共面對疫情的動態清零模式至少要撐到2024年 習近平將繼續牢牢掌握軍隊 二十大相張連任 而1955年出生的中共總理李克強也應該留任政治局常委 4月28日,陳明通應邀道立院報告中國跟期疫情發展 以為穩定政治影響 民進黨立委蔡適應 信問中共對疫情的動態清零管制影響 陳明通表示 中共因為國產疫苗效果低 不得不實施動態清零 要撐到國際疫情吹援之後 中共面對來自外界的感染威脅才會比較小 因此國安局內部評估 中共防疫的動態清零政策至少要撐到2024年 陳明通說一般打過疫苗感染COVID-19多為輕症 但中共疫苗的保護效力低 依據新加坡研究顯示 中共疫苗的保護力只有國際疫苗的五分之一 所以中國要是開放日本、韓國或台灣的防疫管控模式 疫情會變得非常可怕 會一天有幾百萬病例出來 這將衝擊中共政權 陳明通表示 中國管控清零一個區域之後 另一個區域又爆發 所以會不斷惡性循環 中國幾乎在每個城市都實施動態清零 沒有辦法與病毒共存 從武漢、山西到上海等地 每次小規模動態清零之後開放 不久又有地方封城 反反復復一直在這個模式裡 不過儘管中共在上海等地 嚴空疫情造成民怨 陳明通表示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目前將軍權掌握牢牢的 中國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預計在10或11月舉行 如果沒有其他變數 習近平在20大將留任 但是政治局常委名單應該會調整 陳明通認為 習近平目前已經牢牢掌握軍權 尤其是中共前軍委副主席徐塞口被整縮掉以後 他說中共20大預計在10或11月舉行 如果沒有其他變數 習近平在20大將留任 但是政治局常委名單應該會調整 陳明通認為 如果按照中共七上八下 理論上如李克強1955年出生 習近平和他童年應該是留任 不過陳明通也說 針對中共20大的人事佈局 一切還在觀察中 4月29日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會議 再次聚焦經濟 要求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 中國財經專家謹慎預測 GDP4.3% 有觀察人士表示 習近平硬下達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除了他本人需要籌碼來壓制內鬥中的政治對手 支撐20大連任之外 也顯示當局意識到經濟下滑 給中共帶來的政權危機 據自由亞洲電台4月29日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日召開會議 習近平主持會議中提到一些要求 包括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 發揮消費對經濟循環的牽引大動作用 要組織好重要民生商品供應 堅持全國一盤棋 確保交通物流暢通 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保持股市資本市場平穩運行 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 與此同時 馬雲控制的香港英文媒體 南華早報爆出獨家新聞紙 中國政府將結束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風暴 讓他們為提振經濟發揮更大作用 當局計劃最早在本週末舉行聯合監管會議 特成一致意見 然後在五一勞動之後 與大型科技公司舉行座談會 報導還說 北京當局計劃在座談會上 香港大企業高管保證 將不再要求整改或額外處罰 大陸主要大型科技公司 包括阿里巴巴、騰訊、美團 字節跳動都收到了邀請 舉稱北京還將向他們傳達關鍵信息 國家希望他們成長並促進經濟中發揮作用 如通過發放消費券等 而深圳最近就通過美團 和京東發了五億元消費券 網友在看到相關訊息之後 紛紛留言稱 能不能先把孫大午放了 把財產反環先 把失進各個網際網絡公司的黨支部 黨委給設了 才能夠吸行業以信心 否則只是在玩肉琴故中 養狗代國的律絕把戲 快死了就認慫 活過來立即手就養養 乃CCP之本性 一個沒有法治的社會 是不可能永續發展的 沒有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保護 財富永遠不可能在那片土地生根 所有的資本都是抱著賺一把就走的心態 外資也好 內資也好 還有網友諷刺說 老鄉 開門白 皇軍這次真的不掃了 華爾街日報4月26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披露 習近平近期要求官員確保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超過美國 習近平的要求就是全年增速至少要達到5.5% 但是中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是4.8% 而且這個還是一個普遍認為被誇大了的數字 對於習近平喊出今年經濟要超越美國的增速 萬寶頭顧董事長朱誠智認為難度高 這只是心戰探話 朱誠智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中國的GDP能有4%就不錯了 他說尤其這種疫情封城方式 衝擊幅度相當大 一定是大幅下收 很嚴重地大幅下收 房地產卡住 原來內需需要靠內循環來代替 一路一大戰爭也卡住 加上中國經濟本體是加工產業 現在原物料全世界都在往上跳升 加工的利潤都會被吃掉 這個對GDP來說是重傷 中國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坦言 疫情對整個中國經濟的影響已經超出市場 他本人吸出了4.3%的謹慎預測 時事評論員黃丹表示 為什麼我說他還是做得到 因為中國的事就是一張嘴 他說做得到就做得到了 習近平為什麼說出來看上去簡直是瘋狂的 我覺得這個涉及到習近平的歷史地位 以及二十大年有問題 因為他一再說這個是制度之真 現在將防疫問題上升到制度之真這樣的高度的話 他會將自己逼到騎虎難下 習近平4月21日以視頻方式 在博奧亞洲論壇發表演講 當中最受關注的內容是 他用共同乘坐一艘命運與共的大船 來比喻當今國際關係說 要想有關明的未來 各國必須同舟共濟 企圖將誰拋到大海都不能接受的 電視評論家、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 4月28日在新聞周刊發表評論文章指 習近平在博奧論壇上的發言 示出北京最大的恐懼 張家敦在文章中解讀說 習近平的演講充斥陳詞濫調 不過卻揭開北京最怕的事就是被拋到大海 也就是說世界與中國脫鉤 張家敦話鋒一轉寫道 雖然中共不能接受 但是這種脫鉤的確正在發生 這個是由包括疫情放空 與中共支持俄羅斯等多種因素促成的 張家敦透露中共正在拼命上留住外資 甚至威脅說如果外商撤離 資產就會被沒收充公 習近平將世界比喻成一艘大船 引起多方解讀 香港作家顏順勾在臉書上發文說 世界上本來有兩條船 一條是美歐的民主大船 一條是中蘇的共產大船 後來中蘇那條船流水沉沒 中共發出求救信號 被美歐那一條船打夠上去 這個才避免了沒頂之災 船東對這個落水客人以禮相待 換來中共的恩將仇報 到處紳士 以及整條船的安全 在俄羅斯對主權國家烏克蘭 發動了全面入侵之際 顏順勾判斷說 世界到了一個新拐點 這次美歐各國不再忍了 中共與俄國同穿一條褲 先趕走俄國後解決中共 兩個專制獨裁的國家 在價值觀上與西方國家南緣不切 搞得全世界沒有一刻安寧 被趕下船是必然的結果 廣東省廣州市剛宣布解封幾天 Omicron又捲好從來 可謂一波干瓶一波又起 4月28日廣州白雲機場發現多例感染者後 該機場取消了約1100架次 航班目前廣州本次疫情 已發現感染者24例感染病毒 Omicron的變異株 市民連夜排長龍做核酸檢測 一名女子在空蕩蕩的地鐵站說 一個人都沒有太嚇人了 據自由亞洲電台28日報導 4月28日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發布通告 因該機場有員工在日前例行核酸檢測中發現異常 從即日起調整部分國內客運航班計劃 自至目前 白雲機場已有超過1100架次航班被取消 自4月28日起 廣州的白雲 花都 海 珠 天河 黃埔 月秀 潘如7區已開展全員核酸檢測 據中國廣州發布消息 4月29日 廣州市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通報 4月28日12時至29日12時 本次疫情新增20例新冠病毒本土陽性感染者 其中 確診病例12例 無症狀感染者8例 截至目前 本次疫情累計發現 感染者24例 均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市八醫院治療 全部都是無症狀或輕症 本次疫情是一起境外輸入的關聯獨立疫情 為新冠病毒Omicron變異株 初步判為機場工作人員工作時 以外暴露感染所致 目前 本聚焦性疫情 主要發生在機場以及周邊區域 另外 廣州本次疫情有一個特點 機場工作人員在4月25日 例行核酸檢測時光為陰性 僅兩天時間就集中出現了較多數量的感染者 充分體現出Omicron變異株傳染性強 傳播速度快潛伏期短的特點 截至29日12時 本次疫情已經排查出密接者1,405人 黏密接753人 排查重點人員3,468人 累計核酸採養1,507萬份 環境採養545分鐘 有4份陽性 發現於感染者住家或工作環境 同時 廣州嚴格三區管控 市內部分區域實施分級分類防控 封控區域內居民觸不出戶 管控區居民觸不出區 憑出行卡錯封取物等 要求五一假期 非必要不要離月 離稅出省人員 須持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旁邊宣告 5月3日 好 儘量 六個月 二分之一 一分之一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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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一